這個地方叫做御茶之水 正確的地方名字叫做神田 其實整條街都是賣滑雪東西的 如果想知道怎樣來 我Info Box 教大家怎樣來 今天就是夏天 小編來到這裡看看究竟 在御茶之水這條滑雪用品街 有沒有些便宜的賣 還有跟大家講解一下 作為一個新手 怎樣去選擇你的硬件的Gear 即是好像Goggles Boot Boot 大家想知道的 記得收睇下去 和大家來這間 Leparty 這間Leparty 都幾大間 都幾多東西賣 我都買過東西的 帶大家去看看 先看看這板 Capital也有七折 Capital也有七折 YY少一些香港用 很多老闆也有七折 我不詳細介紹 總之是有折 我不詳細介紹 Fighting 都有 Fighting 很多都是在折 雖然它折頭 有些款都不太多 少少新款都有少少新款 Boot 都有40% Off 他已有4% 也有2% 第四方 它用4% 本身裏 竭然有5% 都是相片的 那些獨特 我只是說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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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麽 就是 這麽 那麽 這麽 這麽 就是 這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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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說 譬如說老模特兒是有折扣的 看看這件AK多少錢 隨便拿一件看看多少錢 它說8萬8千日圓 有折的,但它沒有寫多少折 它沒有寫多少折 它不肯說,可能要你問 總之全部都有折 不過這個款式,坦白說款式真的不多 始終還未入貨 始終款式是不多 你收拾不收到便宜的,看看不同 每一間不同,看看吧 都有點難入,要一些腳骨力 要一些腳骨力 還有Vocum Vocum是偏比較便宜的 但它的Quality還不錯 我也是第一次見小朋友Cabita版 這塊版80cm,31,900日圓 多漂亮 如果大家想選擇Bowa的Bowa 這裡有了,9800日圓一堆 超便宜的,但當然是普通八折 它說50%折扣 它說Snowport Outlet 是不是呢? 進去看看 它也有Bereton AK 不過只是八折 但款式真的不多 剩下一些比較特別的顏色 這個是粉紅橙 粉紅橙色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喜歡 還有一些很螢光的黃色 其他牌子 The North Face 都是八折 還有其他 其他不知道是甚麼牌子 Hood也是有七折 Hood也是有七折 Delust DC 七折 有Fuzz Fuzz Yulion 各大牌子 始終過季,款式比較少 這間就是Sport Paradise Sport Paradise 我經常都光顧 游泳看看有沒有折扣 Welcome 有多少呢? 15%折扣 有85折 這些工人褲 工人褲 工人褲款 這個是藍裝的 真的不多 這些選擇 還有這些顏色都 還可以的 但外套就真的 看你喜不喜歡 螢光 粉紅 這個卡奇色 剩下一些 沒那麼大老的顏色 剩下一些沒那麼大老的顏色 看你喜不喜歡 看看還有什麼其他品牌 例如686的工人褲 686的工人褲 只有8折 我有點驚訝 走到現在 那些折扣不多 如果你說有7折 6折 那就隱憂去買多些 但如果你說這款式又不是那麼 不是那麼漂亮 這款 又過季 但還是只有8折 我覺得 一般 一般 真的不一樣 好像有AK 那樣 都是剩下這些 這麼難買的顏色 真的 有點難 CAPITA 已經有NEW MODEL CAPITA 已經有NEW MODEL 這塊很棒 這塊叫什麼呢 這塊叫飛龍 飛龍 好棒 這塊 CAPITA 已經有很多新版 2024年 所以 都不用指有折 除非你早了 訂購 都不便宜 這塊 這塊CAPITA 2024年 的POWDER BOARD 好棒 你看它的圖片多棒 好棒 真的 再見 再見 先教大家選擇板 如果是Beginner 我介紹你用這個 WALKER BOARD 因為WALKER BOARD 中間是拱起的 它應該說底部 你見到整個板在這裏 是兩邊 兩邊橋起的 變成你這個板底 中間的路 隔了出來的話 變成TURNING 你頭尾 你頭尾 頭尾 可以在雪的面上 多些少 變成TURNING 就會容易 這個就比較Beginner 玩一點的 WALKER版 可以很籠統地說 如果你是Beginner 選WALKER BOARD 就會比較好一點 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去選擇的Goggle 通常如果在日本 它會告訴你 究竟 這個Goggle 究竟是可以什麼天氣 使用的 很多選擇 這塊鏡片 比較適合 陰天 或者Light Ski 使用 我建議大家 其實基本上 不要只買一副鏡 而且那副鏡 是可以更換鏡片的 如果可以更換鏡片的話 基本上 你的框 可以更換另一個適合 天氣的鏡片 譬如 我通常是兩副鏡片 一副 就是很慢太陽時使用的 很慢太陽時使用的 另外一副鏡片 就是比較陰天 或者落雪 或者Light Ski 我建議 如果Light Ski 的話 用黃鏡片 就會比較好 因為黃鏡片 看上去 雪地的時候 距離感 和高低的 雪地形狀 看得清楚 我建議大家 如果選擇Goggle 最重要是 買一個可以換鏡片的Goggle 買多一塊的 Spaire Lens 或者有些Goggle 可以用兩副鏡片 大家選擇Goggle 那時候 選擇一些比較容易 去換鏡片的Goggle 才會比較好 Sneep 這隻 是一個快刷式的Goggle 換鏡片 會比較容易 它是怎樣呢 它拉開兩邊 兩邊按鈕之後 拉開了它的底部 基本上 它是這樣 拆掉鏡片 這個鏡片 是磁石 有些磁石 吸進去 如果有保險掣 就扣著它 這些就是最方便的 換鏡片 因為它有磁吸 這些是最方便的 這副就是 Oki的Fight Deck 我也有一副Fight Deck 但是它換 它就沒那麼方便 因為它換 它要有一個 有膠的 就拆它出來 這樣比較難去換 它比較難去換 因為它一定要在這裡拔出來 它會比較難去換 它要整個 整個鏡片 有一個塞的位置 塞進去 所以我覺得是相對的 會比較難 如果大家真的會 常常換鏡片的話 我覺得 選擇一個 比較容易換鏡片的Goggle 比較簡單 現在另外有些 款式的頭盔 就連上Goggle 連上Goggle 都很方便 我都見現在很多人用 價錢相對來說 當然是貴一點 不過它有什麼 換鏡片 我暫時不太清楚 我看下去 就好像不太覺得 有換鏡片 除非要掉了螺絲 整個拿出來換 那就有了 如果你不想 那麼麻煩 又要戴個Goggle 又要戴個頭盔的話 這些一體的 頭盔都挺適合你用的 另外一件事比較重要的 就是買Boot 通常就是 最以前就是綁繩 之後就出了Wire 一款 到現在最熱的 就是Boya Type 我會和大家試一下 這三款的Boot 穿法有什麼分別 以及有什麼好處 以及留意的地方 首先第一件事 要大家留意 就是如果你要買Boot 記得帶自己 對滑雪襪去試Boot 因為你穿普通襪比較薄 最重要的是另外一件事 你那雙襪要穿上去小腿以上 因為在這裏 你的Boot 穿在這裏 怕會撒船 現在就和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最傳統的綁繩的Boot 先把繩子鬆開 看看穿上去會怎樣 穿上去之後 裡面有一個鯉 有些神血黏貼 先把繩子黏住 中間也一樣 有一個繩子 先把繩子索緊了內膛 索緊了內膛 索緊了 然後就要慢慢綁繩 首先要索緊它 索緊它 然後在旁邊索緊它 在旁邊勾在旁邊 再索緊它 再扣上旁邊的扣 然後才綁繩 綁緊了 這樣就綁緊了 它也很花氣力 要去綁鞋帶 如果你是男朋友 幫女朋友綁鞋帶 就要花一點點氣力 另外一款要和大家介紹 就是可以索繩的 不是綁鞋帶 是旁邊索的 旁邊 它有繩子 一左一右 其實 左右 為何它叫左右 是它索高低上下的地方 這樣扯 這樣我站起來扯 扯緊它 扯緊它 然後這裡有一個按鈕 就鎖死了 旁邊就鎖死了 每個款式有少少不同 這樣鎖緊了 然後鎖緊了 然後就套回旁邊 套回旁邊 這樣 索繩是很實正的 不過也要花一點點氣力去拉它 但是相對來說 它是比鞋帶方便少少的 其實要怎樣脫掉這個鎖 看看這個牌子是怎樣 當然先脫掉這塊帶 先鬆了保險按鈕 鬆了保險按鈕之後 基本上向前一推 鬆了保險按鈕 向前一推 推了出來 這個呢 就是鬆了內膽去放 這樣就可以取出這個鎖出來 最後呢 跟大家介紹一下 現在很流行的 Bowa的鎖 基本上很簡單的 真的很簡單 穿了下去 穿了下去 這樣鎖一條繩 鎖內膽 然後蓋上去 然後拎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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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鬆的程度為止 這樣已經穿了一條鎖 如果你想脫出來 很簡單 它的保險按鈕鬆鬆了 然後推出來 這樣就已經脫了出來 這一隻就是單Bora Type 其實市面上 通常現在都是雙Bora 雙Bora是為什麼呢 其實之前剛才介紹的單Bora 它就一個Bora 就已經是鎖了整雙鞋的上下 area 那如果你坦白說 你問我的 我就覺得呢 買一雙Bora 就是 有兩個Bora會好些 為什麼呢 它鎖的地方會不同 它鎖的地方不同的話 基本上呢 它就會鎖得比較實些 這一個呢 我這一個呢 它鎖是鎖下面的 它這一個呢 鎖是鎖在上面這個 area 變成你可以鎖那個舒適度 就會好些 那你鎖那個舒適度 相對來說 可以上下 可以不同的 筋和鬆 適合你自己的腳形 那基本上呢 就會好些 我覺得 所以我建議 如果買Bora的話 就是買雙Bora 那女士的話 那當然是最方便 Bora type 最方便的 那跟大家介紹了不同的Boot 那有最傳統的綁鞋帶 那有索繩 還有有Bora type 那大家看完之後 覺得有什麼感覺呢 那我呢 以前最初的街上綁鞋帶 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那後來呢 我之後呢 都買了一雙索繩的 那我現在在穿 就是雙Bora type 那感覺上呢 其實呢 索繩 我覺得是最緊的 是最緊的 那Bora 就是很方便的 是很緊的 不過呢 我很少玩拍的 那我通常就是 劈山多的 那但是呢 有時候我都覺得呢 我對比他看來 我也覺得 有時候有輕微 有時候玩得差不多 它有點鬆 但是反而呢 索繩呢 因為它裡面的旁邊 索完之後有一個保險 那它呢 就扣死了這條繩 我覺得呢 它鬆的的 機會呢 比較微 好微 真的好微 那如果我建議大家 譬如是女仔的 女士的 那當然是用 雙Bora type 穿最好 最方便 穿背又方便 那大家如果你是喜歡玩拍的 喜歡跳來跳去玩拍的 我覺得始終索繩呢 安全度會高一點 因為它始終會實正一點 那現在大家 看完影片之後 都知道 那怎樣去選擇 你的對方 那就 離開啦 離開這個 魚茶之水啦 走了大約一個多小時左右 那 那 其實夏季來呢 這一次來是有點失望的 那它也是 八折啦 七折 那差不多 那這款又 是很麻麻地 真的坦白說 始終都是 未入季 版是有少許新的 那Capita Ride 也有些少許新的 那剛才也介紹了幾塊 一些新的版 給大家看一下 那如果就是 下季離開日本的 那想來魚茶之水的 那記得留意啦 那那個 那些店舖開放時間 通常呢 那它都是開十二點的 那你就不要這麼早來啦 如果真的要來的話呢 十二點 或者打後來就對了 如果大家 喜歡看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訂閱我的 日本話說很有型的 YouTube Channel 那還有做些什麼呢 那就給我一個讚我啦 我就是發揮這麼多東西 給我一個讚我嘛 那接著呢 就可以分享給朋友看 讀一下他們的 那還有就是 藍牙鹽給我 我們下段影片見啦 我可以看我的 是 我可以看你的 我可以看我的 你 你 你 我可以看我的